臨情啊 安達神道徵進建築地盤天秤倒塌意外 其中一人透露骨折大量出血當場死亡 另一人傷勢嚴重身體多處骨折 獲救的時候已經沒有呼吸默薄 送去聯合醫院之後不治 天秤壓倒六個貨櫃辦公室 過八個消防和救護員到場 用了大約34分鐘救出被困在裡面的六個傷者 其中兩個人情況嚴重 四人手腳擦傷 一個工人被困倒塌的天秤底部 這個被困的工人救出的 我們都全力搶救當中的 因為仍然都未能夠整個人見到 我們現在暫時都是見到身體下身的那個部分 但是我們也都跟它溝通 整天暫時都是沒有反應給到我們的 消防出動攤塔守救專隊 又動用650噸重的大型起重機 希望吊起天秤 再用大型剪刀和千斤頂 在傍晚大約6.08分 將被壓的工人救出 他躺在擔架被白布覆蓋 消防用人手慢慢將他抬回斜坡上 當場證實死亡 攝氏地盤6月時接收 一共有3個天秤 8月開始運作 星期三早上 出事的天秤曾經進行負寵工作 事發時就沒有 駕駛天秤的操作員被救出時清醒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 下午去到現場視察 政府表示高度關注 對於遇難的工友 和受傷的工友 我們心表難過 亦對於家屬 我要自以最深切的慰問 社署已經聯絡了有關的家屬 我們會提供適切的幫助 攝氏的天秤近基礎部分明顯有斷裂 有公子鐵整個反起 當局說勞工處已經展開調查 初步懷疑天秤的基礎出現了問題 看到整支天秤是打橫躺下來的 紅色的工字貼 這個工字貼應該是在基礎下 整個反起了 所以這是我們調查的重要方向來的 我們會循住我們手上有的資料 循住跟地盤的工友 所有人士相關的和他們拿資料 我們希望盡快可以弄清楚 究竟事故發生的原因在哪裏 如果在徹查後發現有任何人需要負責 我們會毫不猶豫 在法律上追究他們的責任 這類型這麼嚴重的整個天秤倒塌的意外 是很罕見的 我都請同事去看了 似乎過去十多年都未見過這麼嚴重 這類型整個倒塌當中 牽涉這麼多傷亡的天秤事故 所以罕見 但我們要認真處理 勞工處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 停用地盤裏面三個天秤 要求承建商確保安全後 才准許繼續使用 廚房也將會檢查全港所有地盤天秤 確保運作安全和安裝穩妥